欢迎来到今天的拳晃链二 欢迎再起加强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依然是萧生拳打着小小 这把萧生拳开场选了一个卢卡尔 哇 这下就厉害了 卢卡尔在此版本中的伤害虽然削弱了一点 但是没有削弱太多 一套也可以打个6-70%的血吧 后面小小防御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招 那就是卢卡尔的暴起状态你是看不到的 还有猴子这一招 暴起状态也是一闪而过 因为他在连招中暴起 暴起就快速接上必杀 这个手速是非常之快的 我们轻拳点超杀 你看中间又暴起了 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个版本不暴起 是没办法释放超杀的 拳皇2022-207版就可以释放超杀 不暴起可以释放 但是这个就不行 这个是延续了原版的一些属性 第二个回合小小的红丸 红丸呢 空中来个跳地 卢卡尔又是剪刀脚 开BCBC剪刀脚 半夜 两边半越一个大 方面小小血量不多了 老卢继续紧跟上去 你不动我就C头 你动的话我就跟波 这家红丸真的动了 这就是兵不厌扎 第一次投你以后 第二次不会再投你了 接着来到小小的金架番 这一波消失拳有机会穿三的 因为卢卡尔不是一般的角色在这里 你看小小打一套的话血量真的不多 老卢打一套就不一样了 青角点BC直接上超杀 哇 很恐怖哦 这个老卢 都是一点轻攻击复合BC 然后进入超杀 旁边小小要冲过去 但是小小的战斗力已经减得非常低了 所以卢卡尔一个白血洗脉直接带走 那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二局啊 这个版本节奏还是挺快的 因为掉血较多 这一局小小也来了一发老卢 拼一拼看谁的老卢更加厉害 也是轻攻击快速复合BC 然后抓住超杀 老肖也是被打得很头疼 老肖 肖肖的这个技术不输老肖 来个底波 肖肖又开始打装了 再来打装 轻攻击两点三点 很爽 肖肖也是玩爽了 那么接着看肖生拳下一个角色 肖生拳的八神 现在八神快速跳C 葵花三世 老卢直径亲公 你点了一个超杀呀 点完超杀之后老卢继续跟上去 跳 再跳八神 跳B 白河者 勾腿 回手套 CD 应对 跳C压制起身之后 直跳白河者 再跳白河者 请攻击进藏 一发隐藏 直接结果掉了 在这个版本里面 肖生拳还是忘不了胸紧藏啊 现在来到小小的玛丽 玛丽快速一发跳C 反身为一个下B攻击 中间其实BC向前跑了一下 直接把八神就给带走了 好嘞 肖生拳还有一个K49 K49在此版本中也是非常热门的角色 不管不只是在此版本 在当年游戏厅也是非常热门的角色 K49 在不会连招的时候 那些年代 咱们可以用一招无功手 同行游戏厅 现在K49的无功手又开始了 要释放吗 刺起来 要接无功手了 开BC 好 这次他释放的是连烧连招 没有释放无功手 这个连烧连招 比无功手的连招伤血要多一些 因为打的伤害段数高一些 你看小小下一个角色了 小小的金冠掌 金冠掌在上一场的话 没有发护出了他任何优势 看这局怎么样 这局金冠掌快速跳A 打了个逆向 K49就破下蹲防 开BC BC呢没有看起来 刚FD吧 再次 用影子向前跟神 滑铲 跳A压住 必杀起飞 火焰斩再来 好 小小小 小小小被带走 经过两场的恶战 可见双锋水准都是非常高 这局小小仍然有烙卢 板翅梁 小小小的板翅梁 开上了就挨打 烙卢庆功机 失误了 并没有强制开起来BC 好 躲过以后这次要开BC了吧 剪刀脚复合 有烙卢确实就好使多了 接着看老肖下一个金管杖 金家帆快速一跳 CD进攻 一脚踢飞 轻攻击对护 清拳又是复合超杀BC 看来 肖真权碰到老卢 他也是束手无策 只要属性强 就问题不大 轻攻击点 BC呢 小小这次没确认到 金家帆倒是一脚BC旋风腿 大抓 卡赛波 肖成全一滴血 搬运 用地波骗对着闪身 其实啊 如果肖成全不中这个地波 还是会中搬运而死 怎么样 肖成全都输了 他就离开肖成全的安迪 都看一波地波 接大招大抓 肖成全起身之后 直接残血 残血就可以放隐藏了 但是想抓 他抓到机会了 斩隐全 生龙拳 没有开启了BC 轻攻击隐藏BC 一个超级反弹 斩隐全 其实这个隐藏啊 打到不打全伤害 这个伤害还是很低的 下面来看小小的 板凯良 板凯良首先给他一脚在地 砍刀手空了 神龙拳扫要挡 这本枪给他扫要挡 板凯良再来个哄开 肖成全一滴血保不住了 目测肖成全今天有点稳不住了 接下来的操作 我看肖成全能不能找回一点面子 这一波他有巴扇 我学发着空中大壁 开场就给他一个下马 喂 小小 今天要拿下老肖 巴扇重圈 溃花三世 回手跳起来一个 嗯 闪过来溃花三世 角龙巴扇再跳 哦啊 暴走了 暴走以后巴扇还想再跳 后面练的涡选发射 快速一个疯跑 巴扇身间冲刺脑 中转溃花三世 角龙我们继续百合折 洗个夏天脚 练的跑不掉了 直接被KO 好的 下面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是小小下一个吼字 没想到这么轻松的就拿下了 巴扇也没有使出什么连招 就是常规的奎花三世连招 好 高高高 这次是暴起连了 哇 终于连上挂上挡了 给他一战 好 小小还被打背 巴扇女少 刚才小小应该是出招被 被破掉了 你出来有后摇 所以说就打了个背 下面来看小小的夏尔米 大长腿 开场给一个弗力角 跳长腿抢空 好 这一个小跳 抱一抱 你像还想再跳 他想多了 巴扇 脑一抓 脑完之后硬跳 好的 没有抓住 但是巴扇又得小的 十五百合着中了 中了 这八十女 小成全拿下了 穿三 比分现在来到二比二 那么就到决胜局的时刻了 这局小小用草体精继续走起来 失误啦 在高端中这种失误应该不应该啊 中段打到BC之后 可以连上去一套的呀 那么小成全倒是连上一套了 连上以后巴扇重拳 却是奎花三世 草体精 前线重队再点一个 跪了个的 读了图 跳起来 反身为重拳 前线重队 荒雅 都要欺识感 大长腿烧啦 一滴血的小成全 啊 小成全要反杀吗 百合者反杀了呀 先锋一个中角 隐藏 真的反杀了啊 这种反杀是最过瘾的啊 第二个回合走起 来看小小的巴扇怎么样 他们的反杀 小成全这一局啊 在找他的机会 奎花开BC 奎花接 奎花三世 这个版本没有办法用奎花开BC 只能用轻功力正功力开BC 或者是裸开BC 就这么几种方式 突然发现那种连招中开BC 或者是奎花开BC 就显得有点单调了 连起来 虽然开起来比较简单 第三个回合 萧生全的克里斯 克里斯跳地 来一发逆向 再跳 哦 被抢攻 发现重招 开个BC口 走过之后 克里斯到时候逆向 开了一发BC连 接入一发敲杀 现在小小往一滴血 克里斯继续来上一脚 那小小就没有血了 直接被KO 接着来看小小的金管杖 金管杖进一个闪身 好 跳地向攻処 克里斯也用跳特地的方式跳了一发 克里斯再跳 花场接入 连续滑住 小小残血 残血以后 小小能不能用隐藏 零距离凤凰角 没有机会了 ene 靠我们缩影 快乐 优优独的 除了 宣特 V 老 sincer framework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